根据我自己的成长经验 架接起来 非常大的 对对对 也非常期待 也是我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 其实这样的设计 我记得我那天就一走进去 对于定为B级的演员 有的人也许从S级掉落 都要通过一个个角色去实现 看到的最多他们的样态 就是说 都是这样的反应 那其实 就是听我们在前面 大家不容易 但是呢 听到别人说你好 说你要不要看前面的火 而且要跟大家透露 就是 谢谢凯哥导演 张薇导演 对虽然他在我们这个行业 亏到酒店 甚至坐在飞机上 有人很密集 所以 辛苦了辛苦了导演辛苦了 谢谢 其实我们期待一下正片 要跟大家来见面 那我们掌声欢迎丁程兴 何场熙 胡信儿 黄毅 李志南 施博宇 还有张月 我们欢迎各位 我们从白娃小丁开始吧 好 我 哈喽大家好 我是时代少年团丁程兴 欢迎小丁 导演中 谁最严厉 来写出 你们自己心目当中认为的 最严厉的导演 写了应该没问题 没问题 小丁问我写了是不是没问题 还要点害怕 这个 这个笔写不出来 小丁不一定好好写 不一定 写不出来 真的 真的不写 好没关系 有写一个 写不出来 对你写一个影子 啊写不出来吗 我们还有备用的笔吗 的确是一个娱乐 对 你们是有多不敢写啊 都已经把借口说写不出来 这种烂借口 都写不出来吗 都写不出来 好 那这样的话来我们 我们改变一下这个机制 我们直接点名 有一个人来说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帮忙 撤一下这个写不出来的板子 你懂我后面有什么用啊 对 为什么是尔东升导演 你得说一下你的感受 比较吃 呆萌萌 是可爱的意思 小丁 要不你来说吧 我觉得吧 郭导最温柔 对 为什么 因为在平时可能演完之后 大家出来 可能演的时候 会有一些小小的瑕疵 然后郭导就会说 其实我也有一部分责任在里面 对 会说这样之类的话 然后平时在可能要上台的时候 他会过来告诉你 拍拍你的肩膀 不要紧张 可以的 你加油 我相信你 小丁 我拍你这么多下干嘛 对 所以小四导演 你觉得你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在片场 我私下跟演员们 因为我算是离他们年龄 最近的一个导演 所以我私下跟他台下是 鼓励式教育 就是一个人要同时 温柔啊 我也 还行 还行吧 我觉得这么听来 是很有安全感的 我是对小丁比较温柔 因为他讲他是一个新人演员 我有时候怕说中了 然后又是特别年轻的小男孩 我怕他万一说哭了怎么办 他粉丝要杀了我 我哭不了 我哭不了 哭不了的 你哭不了 你去把真人秀的带子掉出来 多少 到现场打脸了吗 好 可以听得出来 这个导演跟我们的这个演员 是完成一片了 当然也是有非常的安全感 给他一个 其实很难 我知道 这个 面对批评 你才可以知道自己的弱 真的我当初是没有想过 我会 来 演员不问出处 这个是谁对谁说的 谁来认领一下 好像 对 是凯歌导演说的吧 对 是当时 我演完第一歌的时候 演完以家人之名的时候 演完以家人之名的时候 对 然后凯歌导演也说过 大鹏导演也说过这句话 对 然后当时给我的感触就是 因为才来的时候是很担心很害怕的一个 一个感觉 然后给我说了这句话的之后 让我更有自信吧 更有信心就觉得自己 应该还是可以的 能演下去 对 所以凯歌导演 跟我们大鹏导演 还记得当时点评 小丁的时候 说过这句话的那个场景吗 大鹏导演 凯歌导演让您先说 好好好 我们在这个节目上 说了太多的话了 有的时候确实有点对不上 别说演员自己会忘记 其实有的时候 真的我们也对不上 但事实上 这句话好短呢 好吧 因为我自己也会上网去搜 有关于我们节目的一些 大家的期待 我其实注意到一种言论 就是说今年我们的节目 其实分为演员赛道 idol赛道 其实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只有一个赛道 来这里全都是演员 虽然大家有 各自出发的时候的职业 但是呢 我们从来没有 因为大家年纪的不同 经验的不同 职业 原始职业的不同 而有区别的评价 所以 关于小丁 在这个节目上的表现 在这里 向所有喜欢你的朋友们 先卖个关子 然后呢 大家通过看节目 就会看到小丁 何尝熙 陈又为 马不谦 这些原始 我们认为他们是idol的演员 在这个节目上的成长和变化 还有就是说通过这个节目 我想说一点 就是我们基本上 大家是在路至地 住在一个酒店的 然后每次收工和开工 会看到很多热情的朋友们 大概都是我们几位 演员朋友们的粉丝 我经常会注意到一些网上的新闻 有关于艺人 明星 idol 演员 他们与粉丝之间的关系的讨论 但是我真的在这个节目上 我不仅看到特别优秀的演员朋友 我也与特别优秀的粉丝朋友们 有互动 他们都是喜欢他们的 我们清楚地知道 他们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但是他们都喜欢他们的 但是每一天我们出工 我们下班 无论多早与多晚 我们收到的那些 祝福 收到的那些 大家对我们很暖心的话语 让我们觉得很感动 他们是非常棒的粉丝 若是科班出身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时候 选择进入我们表演的 这个专业的院校来学习 那我们知道小丁 是不是明年马上要议考了 有没有这个心仪的院校 想要报考的 对 肯定有 对 想是想 但得考 你不一定考得上 但是有想过 因为自己喜欢看电影 然后平时演戏其实会去模仿 他们的表达情绪 还有一些角色 那个展示的方式 然后平时自己也有预谋 也有一定的目标 一些方向 对 这些 所以现在也可以做很多的准备了 然后为明年的意义 对 过来这儿其实就是蹭课的 然后免费上学 你看四位大导演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经验累计的机会 然后我们想问一下赵卫导演 作为这个北京电影学院的这个非常优秀的毕业生 对于逆考来说 你有什么可以给小丁一些建议的 那就欢迎你考跟凯克导演的大学 北京电影学院 十哥 十姐 十哥 十姐都在这儿 对 我们属于招生伴的这样的 可以可以 好 那我们就明年加油了 好不好 希望早点听到你的好消息 好 好 我们一会儿倒数三二一 大家就一起来按下 我们专属于演员请就位第二季的这个 导演的现场的拍板 来 我们看着正前方准备 倒数三二一 演员请就位第二季 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我们希望各位媒体朋友 还在收看我们直播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可以继续的来支持 我们演员请就位第二季 来支持 所有你们喜欢的导演 还有你们喜欢的演员们 暂次的感谢大家 那同时我们要再预告一下 在今天晚上的八点钟 谢谢大家 他都不能直接转化成票房 让展现李 你继续回去男团也不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